彤大哥真的是 我跟你講 看照片你知道什麼叫花美男 可以先看嗎 可以先看嗎 哇 哇塞 這誰啊 天啊 好帥氣 這不是鄭燒秋嗎 秋冠啊 我記得那個是大概33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算是花美男 還有更像花美男 你這時候才比我小三歲 這個是我29歲的時候 其實那個年代 有沒有你扮相的照片 有 那有吧 因為 其實在那個年代 如果說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屬於所有韓劇的花美男 我自己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你不喜歡這樣子的臉 我不喜歡這麼秀氣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想辦法 後來我去演黑社會 那你把頭剃光像Paul就好了 我留胡子啊 這個帥 好帥喔 這個眼神好銳利 這個好殺氣 好帥喔 這個是 這是周瑜 你知道 環明哥來拍那個 《台灣林事件》的時候 有一集就是穿越時工的劇 要讓他扮成這樣子 他在現場扮起來以後 全場的人都呆了 好帥氣 那個整個人是挺的你知道嗎 好像那個蠟像 非常帥氣 對 康熙嗎還是全場 哇 這個是 你這個也用 你到底眼睛拉多緊 那個時候是要掉 我們要靠頭套把眼睛掉起來 這確實掉起來 怎麼掉 我們就是 頭套 沾頭套的時候 你這邊有膠水嗎 用膠帶把它拉上去 用一個竹籤 把眼睛 竹籤 竹籤把眼睛推過去以後把它粘住 粘成這樣 哇 你都演皇帝 以前是皇帝 第二張很帥 手邊數過來第二張是超帥 好帥喔 我覺得就說年鬍子也很帥 等於是1995年 對不對 95年的時候 對啊 95年的時候 1980年 民國69年 民國69年 誰能跟你聊啊 我的天啊 那個時候我只有53公斤 53啊 那個時候我只有53公斤 因為我的臉 我是先胖身體 那時候幾歲 53公斤 差不多20幾 53好瘦喔 那時候為了穀妝的臉比較好看 我剛剛一個蹦蹭都不只53 為了穀妝的臉 因為穀妝臉要越瘦 感覺上越小越瘦 越吃香 臉太胖 我也覺得臉好胖啊 不會啊 你專武衣其實是很適合 因為你是瓜子臉 你的比例是對的 你人真好 是不是啊 然後你看我後來一路上去的話 到了民國84年 84年到後來87年 87年開始演老 就已經演老皇帝了 沒有辦法對不對 就是年紀啦 年紀到了的時候 必須演那個適合自己年紀的戲 很自然啊 真的啊 建民哥沒什麼啦 就演貪污的就好了啦 對啊 演貪污的 殺人都無所謂啦 但是我到什麼時候 我到快60了還演出獄的戲 出獄 洗澡 就是從牢裡面出來那個是不是 洗澡的戲 那個是出獄啦 不要說再見 還不錯喔 哇塞 OK啊 你有練是不是 修傑克曼喔 你有練是不是 欸 那個胸肌哇塞 後來他一直上健身房 我就是說我認識鐵頭 也會開始上健身房 後來就沒有間斷過 他就一直上健身房 到現在 我為了練氣 我為了要唱歌要有氣 所以我一直沒有停過運動 沒有停過運動 那個時候你猜我現在 你會有幾歲 應該30幾嗎 對啊 你看 30幾嗎 那個時候 我只看得出來應該 這樣就看得出來 我拍這個戲的時候才幾歲 38 38 49 這59歲 59 59可以 有這個胸肌 哇塞 好厲害 重點是他那個三角肌也很厲害 你身材太好了 因為我沒有停過